Yo 各位下面好 歡迎回到安若的YouTube頻道 在我們的頻道上面 近期我們有稍微做出一些調整跟嘗試 就是我們多拍了一些 跟平面有關的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像是我們的登山攝影 跟夜景照要怎麼拍這兩支 其實都受到觀眾還不錯的揮響 也因為這一陣子國門慢慢開放 然後最近也看到越來越多人可以出國玩 然後就會有一些粉絲來問我們說 我們自己在旅遊的時候 是怎麼拍旅遊的照片跟去做調色 還有在異地去做檔案歸檔的部分 所以這一集我們就會分享 我們在紐西安排的照片 然後拿這些照片來做解析 我們會選擇這一次就是 五張我們最喜歡的照片來做剖析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拍攝就是當下的構圖 我們的想法跟後製調色的部分 然後到最後我們去怎麼 去歸檔這些很龐大的素材 首先我們先來講一下 就是檔案歸檔的方式 在這邊先給大家一個基礎的檔案大小的概念 依照我們拍攝的習慣 一天的形成下來 大約可以拍300到400張照片 然後因為我們習慣拍RAW檔 一張大約是30MB 所以如果我們正用64G的記憶卡 大約2000張左右的照片就差不多滿了 等於說不到一個禮拜 我們的記憶卡就會整個爆掉 那我會建議大家 每天都要整理你拍的檔案 除了就是說拍到一半遇到記憶卡滿 然後還要邊拍邊刪這種窘境之外 其實這樣也可以避免說 如果真的發生什麼意外 像是你的記憶卡壞掉 或者是你的相機損失 這樣子你的檔案都還可以爆掉 那器材當然是可以再買的 可是珍貴的畫面真的是就一去不復返了 那我們通常是帶著電腦跟SSD去做檔案的傳輸 但是如果你不帶電腦出門 建議就多準備幾張記憶卡 大約就是兩到三天就換一張 那我們自己一天的行程走完之後 我們就會先把所有的照片都抓到電腦上面 然後資料夾會命名成拍攝的日期 加上拍攝的內容 如果只有拍攝日期時間久了呢 你就還要每個資料夾都打開然後看照片 你這樣才會知道說那個資料夾裡面到底有什麼樣子的檔案 所以資料夾的命名啊其實越詳細越好 那檔案過完之後呢 我們會把記憶卡再放回相機裡面去確認相片的張數 然後我們去看說就是第一張跟最後一張 跟資料夾裡面的照片是不是一樣的 等我們確認完畢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安全的把它格式化 這樣子可以讓你在之後過檔的時候會比較不會混亂 那關於檔案我們傳到電腦之後呢 我們會再做另外一個步驟 也就是打開Lightroom 把當天的照片匯入到Lightroom裡面 然後在匯入的時候啊 建議大家要建立智慧型的浴室勾選起來 那智慧型浴室是什麼意思呢 假設你現在沒有勾選的話 你匯入的照片只要跟原始檔案就是刪除的話 Lightroom它就會顯示找不到照片 但是我們不可能照片一直是放在電腦裡面 也因為電腦呢是很容易塞滿的 所以智慧型浴室就是Lightroom 它會幫你增加一個就是比較小的檔案 即使你的原始檔案呢 從電腦被移除的話呢 你還是可以正常的讀寫跟調色 不過這個時候要注意就是 使用這個智慧型浴室的照片在輸出的時候啊 你輸出的 它就不會是原始的相片大小 而是被壓縮的大小 大約是2560×1707 如果你只是網路發文 這樣也是夠用的 但是如果你要以原始檔案輸出的話呢 那你就會需要再把原本的檔案 然後把它放回到電腦上面 那我會建議大家當天就把照片放上Lightroom的第二個原因就是 你這樣可以快速的去瀏覽你的照片 然後呢去看看拍攝的參數 去做一個自我的檢討 然後在之後拍攝你才可以就是修正然後越拍越好 那你也可以有空的時候呢就拿起來就是調調色 然後呢可以透過就是用星號的標記來稍微篩選一下照片 用鍵盤的1到5幫你的照片自己評分 拍的比較不好的照片呢 你就可以直接略過 你就不要調整 然後呢也是減輕你最後把照片累積下來 好幾千張照片 然後就是從頭把照片看到尾的這個壓力 畢竟一天300張300張這樣拍 這樣子其實10天累積下來也是不小的數目 那關於在旅遊拍攝的時候的檔案管理的部分 我們就簡單說明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就是拍攝跟調色的部分 如果你要我把旅遊的攝影紀錄歸類的話呢 我會把它歸類為抓拍 因為在旅途中就是其實時時刻刻都是在變化的 除非你有特別想去規劃參加像是攝影團 或者是到某一個景點拍特定的風景 不然其實通常大家拿起相機就是隨機拍攝嘛 那其實這種抓拍也是 是需要規劃跟技巧性的 因為旅拍的照片是比較綜合性的項目 我們會遇到像是風景啊 人像各種不同主題的混合 所以接下來呢就會透過我們拍的幾張照片 就是比較有代表性的照片 然後會依照不同的主題來直接跟大家分享 我們拍攝時候的想法跟準備 好首先我們先來講一下風景照 然後呢我先給大家看兩張我自己還蠻喜歡照片 那這兩張照片呢都是我們在紐西蘭的一個私人的農場拍的 第一張照片呢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因為當下就是環境的高反差很大 加上有雪山 所以呢照片很難達到一個就是曝光的平衡 這個時候呢我會建議大家使用HDR的方法去拍照 所以呢我們就拍了兩張照片 一張是雪山不過曝的 然後呢另一張是草叢跟樹林不欠曝的 那我們要注意一下就是構圖盡量要保持一樣 然後之後呢我們進入到Lightroom的時候 把兩張照片宣起來 然後呢點選右鍵按相片合併然後呢HDR 這個時候Lightroom它就會自動運算 然後幫你把兩張照片就直接合併成一張 那這個是我目前覺得HDR是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遇到像是高反差大的環境的時候呢 可以試試看用這種方法去製作HDR的照片 好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張照片 這張照片呢是用三分構圖法 就是把屋子當作重點放在三分之一處 那我們可以發現照片中的光線是很均勻的 然後也不會太強烈 是因為這張照片是我們選擇在大約是下午4點 也就是紐西蘭太陽下山前的一個小時左右拍攝 那不論是拍攝風景或是人像 我會建議大家在就是這兩個黃金時段 就是太陽升起跟太陽下山前的兩個小時 因為呢這個時候光線是最柔和 畫面的反差也不會這麼大 那這張照片在還沒有調色之前 整體的色調其實非常的明亮 我覺得就比較沒有什麼特色 所以我就決定把這整張照片調整 是比較lowkey低飽和 然後去符合這間房子有點淒涼的感覺 那首先呢我會先把藍色給去掉 然後把整體的色調往紅色調整一點 然後呢它的色溫去調整藍一點 再增加一些對比啊跟清晰度 還有去朦朧 最後呢我喜歡在校正的地方稍微去做一些微調 讓整體畫面看起來更有一些電影感 那照片其實就大功告成了 我個人覺得一張好的照片 拍攝技巧大約佔了七成 然後調色大約佔了三成 調色它能夠讓你的照片 可以更有自己的個人特色 那當然你可以幫這張照片增加一點生命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人像種類的照片 就是這種照片呢不只是局限於人像 就只要是有個物體是你拍攝的主體其實都適用 我們先來看兩張照片 這兩張呢也是我們在同一個農場拍攝的照片 我們的主題是羊本身 那通常我們在拍攝這種照片的時候 有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你要非常注意時間 因為光線大概就是影響了照片的一半嘛 如果你在正中我拍攝模特兒的臉上的陰影就會非常的難看 所以我們建議跟拍風景一樣的就是善用日出跟日落後 前面就是大約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關於設備的部分呢 我們通常會選用就是大光圈的鏡頭 因為這樣子可以有適當的景深 像這兩張照片呢我們是使用Sony 85的F1.8 那我們大部分的時間其實不會用到最大的光圈 因為有時候這樣反而會讓景深變得有點不自然 所以這張照片呢我們是使用大約是F2.2來進行拍攝 那使用大光圈的鏡頭給大家一個建議就是 我們建議拍一張大光圈的 然後呢一張稍微是縮光圈縮到F8的 因為有時候你在旅遊你會需要有背景才知道你到底去了哪裡 如果你用大光圈把背景全部都糊掉 其實就失去了這個意義 所以像這張羊的照片啊一張是用F2.2 然後一張是F8 讓你在之後呢可以有更多不同的用途來做使用 那這兩張照片的調色呢我調整是比較清新然後低飽和 調色邏輯我會把亮部壓暗然後陰影拉高 降低一點紋理呢讓畫面不要這麼銳利 然後在顏色的地方呢把個別顏色的飽和度都稍微拉低 整項的部分我會就是適當的拉一點暗角 讓物體就是更聚焦在畫面主體 最後呢我一樣在校色的地方添加一點就是個人的風格特色 其實這樣的照片就大功告成了 好然後呢最後一種類型我們來講就是快速的抓拍照 那這邊也應該會是大部分人遇到最大的問題 也就是隨機出現的畫面 這種畫面呢講求就是快很準 然後呢把相機的模式轉成像是光圈先訣 或者是快門先訣去看你當下的環境 那我們就是可以更快的因為去用光圈先訣 或者是快門先訣而視機而動 下面這幾張照片呢都是我們在車上拍的 因為旅遊期間其實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在通車嘛 這個時候周遭的風情你一定會想要去把它捕捉下來 但是因為車子是在移動的狀態下呢 快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才不會造成畫面晃動 那這個呢我就會使用就是快門先訣的模式 我們會把快門定在是兩千分之一秒 只要遇到我們想要的畫面呢我們就可以直接舉起來拍 那如果是光圈先訣模式的運用呢 我們可以運用在如果是在行進的過程 你可能隨時要幫身邊的夥伴拍照 你先把光圈定下來然後呢其他的參數讓相機運算 這樣子呢你就可以隨手捕捉 那我們在抓拍的時候呢偶爾也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的鏡頭的焦段不夠 然後我想要拍的物體在很遠的地方怎麼辦 尤其是那種就是很地廣的國家 像紐西蘭就是一個非常地廣的國家 這個時候我就會建議把光圈收到F9左右 然後呢我們把鏡頭拉到最遠 我們盡量去保持低的ISO 讓畫質就是盡量保持好一點 這樣子我們在後期的時候呢才有機會去進行裁切 其實這樣子很多時候也可以獲得一張很不錯的照片 好那這一集呢我們就是把我們在紐西蘭的一些拍攝經驗集結成一支影片 也希望大家在旅遊拍照的時候呢可以運用我們分享的這幾個點 希望有幫助到你 那如果大家也喜歡就是我們出像這樣子平面照片的主題 也可以在下方跟我們留言說 然後呢就是給予我們一些支持 我們也可以再繼續為大家帶來就是這個類型的影片 那我們有在YouTube做學員的影片的解析 之後我們也會嘗試做就是照片解析的主題 所以說如果你有照片想要給我們看一下 想要讓我們給你一些建議 不管是在構圖啊主題或者是調色等等 都可以把你的照片呢寄到servicedeleanorfilm.academy 然後我會把收件地址放在我們的說明欄位 那請大家就是依照我們的指示投稿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像是我們使用的SSD跟我們使用的記憶卡 我們也會在下面放購買連結 希望能夠幫大家在接拍的時候呢可以更順利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一集見 Cheers 我們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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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見